提前泡好洗干净的腐竹 我们将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大碗里面 泡好的木耳也加一点放里面 现在的黄瓜特别的便宜 大量上市 五毛钱就能买一条 去两头之后给它拍一下 这样更容易入味 然后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给它放入大碗里面 再来准备一点小料 几个小米浆去地切成小圈 蒜子切片 切好之后和黄瓜放一起 锅中水提前烧开 下入木耳和腐竹焯水一分钟 焯好之后给它捞出来控水 给它投到两白开里面 这样我们的腐竹口感会更劲道 然后捞出来控干水分 把切好的黄瓜和蒜末小米椒全部倒进来 加上一点刚刚炸好的花生米 这样口感会更香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生抽 香醋 最后再来一点点的香油 如果有不喜欢吃酸的 可以加一点点白糖 中和一下口味 然后戴上性感的手套 给它抓拌均匀 哇太香了 低脂低卡 健康又营养 减肥期宝宝们的福利哦 特别是在减肥期的宝宝们 一定要试一试哦 清淡爽口解油腻 夏天必备 拌匀之后装盘就可以开吃了 黄瓜脆爽 腐竹入味 腐竹是黄豆的加工品 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 我们可以多使用一些 颜值也是非常的高哦 这道菜 如果你喜欢你赶紧试试吧